俗话说,又捧自远方来不亦乐乎,自然要好酒好肉的招待,那当新兵入伍的第一天,面对这些从祖国五湖四海过来的新兵朋友们,军营里是如何招待的呢?也是大鱼大肉,好吃好喝吗? 答案当然不是了,军营不同于外界,除了对军人的接待有严格的规定外,中国军人也一贯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,因此当新兵入伍时,迎接他们的第一顿饭一般,都只是一碗简简单单的清汤面了,那为何新兵入伍第一顿一定要吃面呢?是有什么讲究吗? 其实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,首先在民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,那就是抬腿的饺子,落腿的面,意思是如果要抬腿出远门,那就吃饺子,律师就远远蛮满,但是顺利,如果落腿来客人了,那就吃面,律师缠住客人,这也是刘客之意 其次,因为军营里的新兵到达的时间是不一样的,不可能每来一批新兵都能及时的准备那么多好吃的 而且这些新兵来自祖国各地,中国有八大菜系用一口南条 这个时候一碗简单的温暖的面条,就成了最佳的选择,并且新兵们的第一碗面条,一般都是班长亲自成的,吃的时候班长还会告诉你多吃点,吃饱了就不想加了 其实,新兵入第一顿吃的面条,又被很多人称为宽心面,意思是寄来之,本来之,从你太入军营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 你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,而是一名让人尊敬的中国军人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